我们锻炼身体的目的,就是让经络保持通畅,但是如果经络总是不通,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痛,那我们就需要增强练气,提升气感。 那到底什么是气呢?气看不到摸不着,那你可以把它理解为,它就是推动身体血液循环的一种能量。 气弱推动的能力就弱,经络就容易堵。今天呢,来教大家一个非常特殊的,掐指甩手弓,专门加强气的循环。 甩手弓本身就是一个增强气血循环,非常好的动作,我们今天要做的,就是把甩手弓再结合掐指动作,让身体的气的运行能够更加的增强。 那我们首先来学习一下甩手的动作,甩手我们用的是平甩的方法,平甩弓呢?之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过,那这里呢?我们再来一起学习一下,首先站立,双脚分开,与肩膀同宽,然后抬起双臂,让你的掌心朝向地面,手臂抬到与肩膀齐平的位置之后,利用惯性,让你的手臂落下来,并且甩到身后。 好,好,我们来看一下,这里有两点要注意,第一,我们在抬手臂的时候,不要抬得过高,不要超过肩膀的位置,抬到与肩膀齐平就可以了。 第二,落下来的时候,不要往下,让你的手腕和手肘往下甩。 不要这样甩,咱们就把你整条手臂的力量卸掉,利用肩关节为轴,让它用重力往下落,非常自然地往下落,然后呢,你身体的惯性,会带动手臂,让它摆动到你的身后。 这个力度是前七后三,就是说,我们在身前抬手的时候,用七分力,落下的时候,只用三分力就可以了。 如果你非常用力地,用手肘往下甩,这样呢,过不了几次,你的手臂就会感觉疼痛了。 所以大家一定要掌握这个动作要领,肩膀围轴,手臂更像是一个钟摆一样,利用惯性往下甩。 接下来配合腿上的动作,我们数到五,十,十五,二十,就是五的倍数的时候,让我们的膝关节轻轻地弹动两下。 一,二,三,四,五。 大家看到了啊,我的手往后甩的时候,弹了一下,回来的时候,又弹了一下,六,七,八,九,十。 我做的动作幅度是比较大的,那么大家自己练习的时候,幅度非常轻,像装了一个小小弹簧一样,轻微地弹动两下。 甩手的动作学会了,接下来咱们来配合掐指的动作。 掐指分别是用你的拇指,去掐你的食指,中指无名指,还有你的小指,大家来从食指开始。 大拇指的指尖,用力掐住食指的第一节指腹,掐好之后,另外三根手指伸直。 一,二,三,四,同样甩到第五次的时候,膝盖下蹲,六,七,八,九。 手甩十次之后换中指,拇指掐住中指的第一节指腹,前后甩手。 另外三根手指啊,尽量地伸直。 一,二,三,四,五,六,七,八,九,十,换无名指。 一,二,三,四,五,六,七,八,九,十换小指。 一,二,三,四,五,六,七,八,九,十。 每一个动作做十次,这样就是一个循环。 然后呢,你可以重复开始,用大拇指掐住食指,重复开始这样做,每天甩手呢? 大概十分钟左右就可以了,也不用甩的时间过长。 很多人说,气这个东西无影无踪,通跟没通,你怎么能知道呢? 那我们在练习掐指甩手的时候,你就会非常明显地感受到,手指有胀胀的感觉。 然后这个热感气感,会走到你的上肢。 前胸还有头部,其实这都是气在推动的。 而且我们掐指甩手的时候,很多人都说,更容易排气。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,身体气机通胀的表现。 手指尖是身体六条经络的起止点,但是每条经脉,它都有自己的起点和终点。 当经络不是那么通畅的时候,咱们通过掐指刺激手臂的经络系统,能够让气更加顺利,更加便捷地从一条经脉,传导到另一条经脉。 那甩手工呢? 在配合上掐指,它的好处非常多,每天这样甩甩手,大病小病都带走。 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个,比较奇怪的养生动作,叫活跨声扬操。 其实单从名字大家就能够听得出来。 这个动作的作用,可以松活我们整个腰胯部位,让气血循环变得通畅,变得活跃,可以提升我们人体的洋气。 那么接下来呢? 咱们就把动作给大家分享一下。 稍后呢,咱们会给大家讲解。 这个动作的一个来历,那么这个动作呢,咱们可以在床上去练。 也可以像我一样,铺一张瑜伽垫。 这个动作呢,咱们采取跪姿,双腿并拢并在一起。 然后呢,我们后面是用脚趾支撑在垫子上。 支撑好了以后,双手往前平伸。 指尖朝前,高度与肩膀持平就可以了。 眼睛呢始终看向正前方,胸腔上提,腹部收紧保持住。 然后呢? 我们先来说左侧。 注意我们在做左侧的时候,头和我们的右手不要动。 在做右侧的时候呢? 头和左手不要动。 将我们的左手臂和左腿往后侧去打开。 注意要保持身体的稳定。 还原,再做右侧,这样交替去练。 还原,头保持不动。 这样可以扭转我们的整边脊柱。 甚至说我们肩颈部位,也可以得到比较好的锻炼。 咱们来看一下侧面。 跪姿,左侧头不动。 还原,右侧,就是这个动作。 虽然说看似简单。 但是咱们大家在练习的时候,还是会感觉到有一点点累。 做完以后呢? 会感觉到全身发热啊,每天做多少呢? 咱们可以左右各十次为一组,每天的练习三组就可以了。 练完以后,你会发现你整个腰胯部位啊,也会变得非常舒服。 像我们整个肩膀部位,也会感觉到发酸。 它也可以锻炼到我们的肩周。 那么这个动作,它是怎么来的呢? 是我前一阵子去公园玩的时候呢,跟一位68岁的大爷学习的。 当时呢,老大爷是在地上铺了一张垫子啊,在做这个奇怪的动作。 于是呢,跟他交谈之后才知道,大爷坚持这个动作,已经二十多年了。 他在二十多年前的时候呢,这个腰受过伤啊,曾经因为这个腰伤呢,就丢了工作,也去过很多的地方去看。 最后呢,是一位老中医老大夫告诉他的。 这个动作,他已坚持就是二十几年。 当他坚持到一个多月的时候,发现疼痛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善。 很多以前不敢做的动作,现在也敢做了。 于是呢,他就把这个动作,一直坚持下来了。 那么坚持这个动作这么多年,带给他身体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? 他感觉整个腰胯轻松,腿脚灵活,整个人的气色精神头也好了很多,而且连睡觉都变得很香甜了。 这个动作呢,我也尝试着做了一段时间,发现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养生动作,所以今天把它分享给大家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 希望学会的朋友,可以每天坚持去做一做,长期坚持做,一定会有很好效果。 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视频分享出去,让更多的人看到。 咱们下期再会。